好了,又是我Ben爺,我在淘寶買了一些單車的產品 現在讓我和大家逐一開箱 稍後再和大家說一下這個是什麼 看到了,這個就是單車手套 大家猜一下是什麼東西呢 這次總共買了五盒的單車用品 這個是手機支架 如果用這個膠套的話,這個膠套的好處是什麼呢 其實它的彈性夠強 但是每次用手機,要把它套在這個位置 其實是很麻煩的 因為有四個角要套出套入 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 就叫做行者 行者小G 這個是單車的 行車儀 你當是行車電腦 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它可以顯示行車數據 例如它的速度是多少 行車了多少公里 以及它可以駁到手機上 在手機上可以看到 你究竟 去了多遠 從哪裏去到哪裏 甚至乎 如果你加多一點錢 買一隻 行者小G Plus 加好 那隻可以測到 它可以測到心跳 當然要再另外買一塊感應器 放在手腕那裏去測試 另外它還可以有一隻腳踏測試 你加一個感應器 在腳踏那裏 其實它也可以感應到 你究竟踩到多少下 但是如果以我來說 我只不過是一般休閒用 我不是打算去破風 去跟別人鬥車 賽車 基本上 我只是想知道速度 它是用GPS 用GPS去感應 究竟一段距離 和另一段距離之間 它用了多少時間 這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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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款來說 它是要 將這個感應器 鎖在車輪那裏 然後靠過一條磁鐵 去將它 去感應 車輪轉了多少下 然後就在這裏 顯示數據出來 但是 你看到 這個就比較麻煩 安裝 安裝麻煩 因為它用GPS的關係 這個就可以免安裝 理論上 這個是比較方便 這個東西 如果 這個 剛剛買的 其實這個是支架 用這個 架 這個就搭上單車 扭下去 轉個圈 這樣就可以了 很穩陣 現在的設計是很漂亮 還有就是它的底部 你可以看到底部 其實它可以安裝Gopro 很帥 很帥 現在的設計 真的 是很 很一體化 這個行者APP 其實如果要把它配合 來講 就在這裏 智能設備 再選擇 這個行者小G 它這裏就可以搜索到 我們現在的速度在外面 就是測試一下 現在是一個 沒有什麼遮擋的環境之下 究竟 它搜索衛星的速度 有多快 因為 現在這一部 行者小G 來講 其實它可以 有 GPS 搜索GPS 的衛星 亦同一時間 可以搜索到 國內那隻 叫做北斗 北斗 衛星 我們可以 去一去 行者小G 的APP 準備定 然後我們可以 穿一穿它 你見到 開機的時候 行者小G 來講 全部都是零的 就算你移動 它都是不會移動的 直至到 你按個 Play Button 按這個鍵 等一會 看到它收到的衛星 信號 已經 見到 是全部 兩格 兩格衛星 好 現在單車移動的時候 單車移動的時候 你看到 它的 麥錶 也會繼續移動 今天 便會 踩一天 由沙田 由沙田第一城 踩到火炭 一會兒 一會兒 我們可以看看 這個APP 看不見到我這個路線 這裏 有單車店 跟著 這裏 是有 有麵吃的 基本上 我們由沙田第一城 踩過來 都是說 15分鐘 到這裏 當了這個 行車紀錄儀 在這裏 其實你在這裏 踩單車的時候 看是很方便的 看見速度 而且很穩陣 你看 很穩陣 而且拆出來很方便 吃東西 拿出來 吃完東西 在這裏 吃完東西之後 轉身 放回去 這樣便可以 就可以了 這隻手套 這隻手套 價值50元 人仔的手套 戴上去 其實是適合手的 你見到 你見到 他 那個手型 是見得到 比較適合手 沒有那麼漏 而 墊 也是夠厚 這些位 萬一 漏在地上 其實 它可以 起到 一個 防震 少少 防震 防震的作用 以及 可以保護 枕 買這些手套 我建議 買大小小 因為 為什麼呢 脫下來的時候 脫下來的時候 要 一隻手指拔出來 其實 是 挺煩的 如果你太緊的話 就很難 很難 很難 脫下手套 這個魔術貼 亦都是 一些 這些魔術貼 都不錯 起碼 這些毛 都不會黏到 應該不會 都幾耐用的 應該不會黏到 脫毛毛 這樣出來的 這個手套 50元 OK 不是太便宜 但在市面上 這個質料 50元 真的可以給予這些質料 你看到 沒有披口 沒有披口 而且 物料 算是實質的 現在 由 正指 由 正指 到 提速 然後 突然間 停了 究竟 咪錶 的反應 是否靈敏 好 我們現在開始 開始了 停 大概有三秒鐘的滯口 三秒鐘的滯口 三秒鐘的滯口 即是由你起步 它會有大概三秒鐘 才能pick up到 速度 跟著 如果它 如果我們緊急殺制的話 它也是要有大概三秒鐘 它才可以感應到 實際速度 我這些 業餘的 踩單車的人 我注重的 都是 我自己 踩到有幾快 我只可以做一個對比 所以 它那個 感應速度的能力 即時性 對我來說 其實 就不是 那麼重要 對我來說 足夠的了 好 我們又回到沙田第一城了 由火燈 踩回來 沙田第一城 我們試一下 就由這部 小G 就將 那些行車數據 去回到電話 去回它的app那裏 看我們的路線又如何 首先 我們 在連接 你見到 我們就是要把它 停了它 先 因為它見到是運動中的 進去這裏 它立即同步 看到 將數據同步 你看到 它在拌進去的 這段路 就是由火炭 踩過來沙田第一城 可以見到 它已經 寄進去 已經倒進去 你可以見到 整個路程 這裏就是火炭 火炭 剛才吃東西那裏 接著一路 穿過 穿過 穿過和斜 那 過了一條城門河 接著一路 踩到這裏 三連第一城 它顯示的數據 它還有3D 可以見到 它 有個3D效果 顯示的數據 就是總理數 3公里 平均速度 爬升了多少 中間有些什麼位 斜坡位 我們要踩上去 總共是12米 是的 然後 總共時間 踩了差不多 15分鐘 超過15分鐘 是的 所以這個數據 對於我來說 都很有用 因為有時候 例如做運動 你如果不知道自己 踩了多遠 也不知道自己 踩了多久 對於我們 之後再檢討 自己的運動效果 是有個問題 要介紹這個手機支架 這個手機支架 價值45元 人仔 但是它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第一 它很穩陣 這樣撞它 它都是不會掉的 還有它可以打橫 可以打動 可以打動 360度轉 也可以 這個 360度轉 還有一個好處 是什麼呢 它拆除很方便 譬如說我只要鬆一點 鬆一點 就已經可以拿出電話 OK 這樣 如果要上去 這樣 這樣 轉 它 兩下 又可以了 很穩陣 今天我拿出來 駕駛 按鍵 各方面的東西 是很穩陣的 我現在測試一下 夜間模式 你看到 現在行車小G 它是自動會亮燈的 在暗的環境之下 它是會亮燈的 它的顯示也是很清晰的 你看到 這裡我們也有個 電筒 這個電筒 晚上是很光亮的 你看到 所以 如果你行車來說 晚上必須有個電筒 今天Benny的介紹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Benny的頻道 請訂閱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給個Like 我們在下一段影片再見